我來關心 全臺灣團處有幾路在的老大人 在住新冠胰風車之後死去 雖然現在還不確定 是不是跟住胰風車有關係 不過已經引起老大人的恐懼 不過由原始有很多醫生來建議 住胰風車可以降級感染之後 變當中的機會 全臺灣的團處住社AZ 在表面後 向向希望的故事 因為老人不敢去住的情形 代替感染中心 忽異長 王民國在臉書 下文中這期 這次無法證明 這些住宿入廟後希望的故事 是剛好的 也許是入廟不知道的風險 因為可能是一個進步正常的狀況 對處甘廟科醫師分數 因為這群住宿入廟多少對上 是八十歲以上老人 本來就是高風險的逐群 這段驚討 希望入廟也不超出北京達 他的死亡率會比一般所謂的老人家的死亡率 還來得高一點 我們現在可以說 我們所看到的發生率 死亡的發生率並沒有高於我們的背景值 醫師認為各種出版入廟都不一樣的 風險和負作用 這個部分也需要科學的措施來檢討 在美國提供我們最新一倍超過百萬 這個目的力量疫苗 只要在禮拜九月 加上這段日本關節跟我們幾倍 總共五百萬劑疫苗 是不是有辦法讓台灣三星接替保護力 醫師分數要看注射逐群到速度 應該是在二十天到三十天左右 可以陸續施導完畢 但今天如果說全國注射的話 可能在西部的覆蓋率 如果率有不足的話 一些疫情傳播鏈 其實如果沒有辦法 透過廣篩跟普篩產生保護力的話 他其實還是沒有辦法到達 我們所希望看到的 一個全力免疫的一個效果 記者的醫師是互有 要加速疫苗注射速度 若是老大人注射得下降 就趕快再向會接類別來推進 提升整體的注射率 不過儘管疫苗留守九個月 他應該也是普遍兩位 最近要改動三幾個境界有難度 因為每一天的肯親病例所 要下降到兩位所 社區的溫情傳播列 也是繼續存在 記者 紫陽學報道